欢迎来到香港新HK News Today 欢迎来到香港新HK 刘亦菲亲点肖战 新戏男主竞争激烈 其本人却终于顶刘南星 说起神仙姐姐 大家都会想到刘亦菲 刘亦菲的古装造型着实惊艳了很多人 成为了很多粉丝心目中的女神 刘亦菲从好莱坞回归之后并没有继续拍电影 而是开始拍摄孟华路这部古装剧 当年刘亦菲还没有回归时 孟华路这部剧就找到了刘亦菲 这个时候她正好需要在阔别许久的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才答应了这次邀约 从路透图中可以看出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了 刘亦菲的颜值仍然不减 其古装扮相依旧是当年神仙姐姐的感觉 因为刘亦菲在孟华路中饰演的是女主角 所以戏份占比很大 为了能够顺利拍摄 刘亦菲还推了很多活动与晚会 如今的刘亦菲很可能选择在影视剧方面再次发展 后续还会拍一部现代职场剧 对于这部新剧的男主角 投资方与刘亦菲都开始筛选人选了 因为刘亦菲如今的合作都是由自己来谈 所以将话语全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手里 在所有人选中 孝战的竞争力是最大的 因为这也是刘亦菲本人的想法 但投资方却想要邀请朱一龙饰演这部剧的男主角 据消息称 朱一龙对这部剧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模糊的 另外朱一龙如今已经在娱乐圈中站稳了脚跟 再次出演言情题材的影视剧似乎并不合适 不过孝战对这件事的态度一直比较平和 或许在讹长的调节之下 刘亦菲与孝战真的可能会进行合作 你期待吗 感谢您的关注和跟进 不要忘记单击订阅按钮 以接收来自最新视频的通知 感谢您的关注